Hello,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邻居大妈问我平时给儿子吃什么,体质棒棒的 我说每个星期我都会给孩子炖汤喝哟 今天分享一款宝宝汤 做父母的,记得收藏起来哟 做法特别的简单,味道清甜,好喝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筋瘦肉或者是排骨都可以 把它切成小块 我个人觉得瘦肉炖汤,清甜,不有利 我比较喜欢用瘦肉 切好了瘦肉,凉水下锅 加入一点点料酒去腥 用来炖汤或者是煲汤的肉类都最好焯一下水 这样汤水清澈,清甜,好喝 焯好水的瘦肉给它捞出 放入清水中,把这些土墨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瘦肉,放入炖中里面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点点汤料 这个是麦冬,这个是无花果,这个是芬心草 这种芬心草朋友们认识吗?药房里面都有卖的 还有两片干山药 干山药朋友们记得买的时候要看 千万不要买那种雪白的 要买带一点点微黄的 这种才没有被硫黄熏过的 给孩子吃着也放心点 然后把准备好的汤料加入水中 抓洗一下,把表面的灰糖抓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汤料也加到炖中里面 然后再加入一片生姜 加入一颗蜜枣 在碗里面加入适量的开水 炖汤我们最好还是要用开水 这个水的量八分满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在碗炖锅里面也加入开水 这个炖锅里面这里是有一个水位线的 不需要加的太满 刚好平煮就可以了 然后把炖中放进来 再把盖子盖上 接下来我们选择这个营养汤键就可以了 它这个加减是选择时间的 我们这个肉汤是两个半小时 我们只要等待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喝了 两个半小时已经到了 我们的炖中已经跳到保温键了 朋友们开盖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比较烫 开盖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加入适量的食盐调一下味 然后搅拌一下 这里是不需要加其他的调味料了 朋友们如果想吃里面的肉的话 一定要加入开水来炖 这样炖出来的肉比较软辣 这样炖出来的汤清澈透亮 稍微搅匀后就可以把它盛入碗中 稍微晾凉一下就可以给宝宝喝啦 这道汤喝起来味道清甜 非常的好喝 一家大小都可以喝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制作视频不易 麻烦大家帮忙点赞 关注加转发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可家妈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